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少女 她的母亲深爱着她 但是少女在四岁的时候 被发现患有重病 少女再活十年的可能性不到一成 得知这件事后 母亲的内心崩坏了 于是父亲将母女分开 让母亲慢慢治愈心灵 这一家人是当地的名门望族 因此把女儿托付给了当地最好的医院 父母为了掩饰悲伤 一味地埋头工作 他们开始逃避 不再看向现实 渐渐地 他们也不再看向自己的女儿了 住在医院的少女 经常一脸明媚地 对护士提起自己的妈妈 说妈妈以前是滑冰选手 自己出院后也会向她学习滑冰 参加奥运会之类的比赛 这样妈妈一定会很高兴 然而 少女的病情并未好转 反而不断恶化 不仅是慢性头痛与反胃 连平衡感也丧失了 她甚至没法正常行走 最后 连记忆和认知也受到了影响 在这些痛苦的岁月中 支撑着少女的是另一位少女 毕小婷的偶像爱 少女对爱无比憧憬 几乎到了吃醉的程度 随着症状发展到末期 母亲也不再出现 恐怕是不想再看到 女儿被病痛折磨的身姿 但即使如此 少女也依旧打起精神 等待着母亲的来访 还坚信母亲爱着自己 就这样一直等待着 在这座医院里 有一位青年医生 会时不时造访 常年美人探望的患者病房 陪他们聊天 对于少女而言 这究竟是多大的救赎 想必旁人是无法了解的吧 偶像与青年是少女的两道光 只可惜 最后她都会失去就是了 在短暂的人生中 少女始终活在狭窄的房间里 忍耐着痛苦 也未曾实现过愿望 即便如此 她仍旧每天都在等待着母亲 相信自己 省就被母亲爱着 然而 迟到最后一天 母亲也没有来到她的身边 而是在东京的家中 静静聆听着她的复告 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始终逃避着女儿的她 对于女儿来说 究竟是什么呢 母亲在少女顽固后 就立刻生下了新的儿女 直到今天 也一直幸福地生活着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 此时 露比正站在天童四家门前 她经常在难受的时候 来到这里 这个曾经的家 仍在记忆中的地方 好好待着 露比曾无数次 想要按响门铃 然后对出来的妈妈说 妈妈 是我哦 但最终 都像今天一样放弃了 就在露比转身 准备离开的时候 天童四马里奈 从房子里走了出来 听到房门打开的露比 紧张又带着些 期许地回头望去 但看到的 却是她的地狱 记忆中的妈妈 此时正与新的儿女 有说有笑 那幸福的气氛 仿佛这个家 从没有过 天童四沙里奈的存在 就这样 露比带着绝望 回到了现在的家中 哈哈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母亲笑得 那么开心的样子呢 我其实是知道的 在我的内心深处 肯定是知道的 我只是想要母亲爱我 可是 母亲并不爱我 所以我相信 熬妈妈成为替代片 把这种充满私心的 污秽冤枉 强加给了她 我到底算什么呢 跟我扯上关系的人 只会被卷入不幸 我就只会带来不幸 前世的母亲也是 妈妈也是 还有一生也是 神啊 为什么要让我这种人 转世呢 露比扑在床上 痛哭了起来 而这一切 都被阿奎亚看在了眼中 看着扑倒在床上痛哭的露比 阿奎亚回想起了 神威羽公无狼的前世 当时的她被沙利奈问起 有没有去过元素或者色谷 并回答说 自己大学就是在那边上的 听闻此言 沙利奈立刻满眼憧憬地 询问无狼 那里是不是人超多 超级繁华 还有星探出没 爱就是在色谷被星探发现的 乌狼则微笑着表示 等沙利奈身体好了 自己就带她去元素和色谷 到时候星探看到如此可爱的女孩子 必定会主动凑过来 还提出会帮沙利奈挡掉地下偶像 或其他奇怪的劝语 沙利奈则告诉乌狼 哪怕是地下偶像自己也想当 毕竟能像爱那样 在大家的声援下 穿着帅气的衣服 唱可爱的歌 登上大舞台 让大家都开心是自己的梦想 但无狼依旧一本正经地表示 演艺圈是个恐怖的地方 如果不是有大人保护的正经事务所 自己绝对不会认可 随即立刻被沙利奈吐槽 这是过度保护 孤单的病房就这样充满了温馨欢快的气氛 而想起这些的阿窥亚则脸色越发凝重 她走向呼吸急促 质问自己为什么要当偶像的露比 轻拍起背部 让她放松下来深呼吸 温柔地询问露比要不要躺下休息 还能不能站起来 但露比却并没有回应阿窥亚的关心 而是寻找起了剧本 准备继续练习表演 脸上还挂着止不住的泪水 这让阿窥亚更加担心 现在不是做那种事的时候吧 好了 抓住我 我才不需要阿窥亚帮忙 对呀 我成为偶像 就是为了往上爬得更高 找到杀了妈妈和医生的家伙 然后为妈妈和医生报仇 就算要拼上我这一辈子 我也在所不惜 我要让那家伙后悔出生在这个世上 露比的话令阿窥亚心头已颤 以近乎祈求的语气 拜托她不要这样 因为活在复仇的束缚之中 只会让自己变得不幸 她没必要做这样的事 随后以卑微而正式的姿态 恳求露比把复仇忘掉 好好活下去 但得到的却是露比直白而伤人的拒绝 少对我指手画脚了 事到如今 就别摆什么兄长的架子了吧 我现在已经不觉得阿窥亚是我的家人了 我们无非就是 凑巧转世到同一处的陌生人而已吧 露比以冰冷的眼神看向阿窥亚 随后擦了擦自己的眼泪 阿窥亚则没有反驳 志愿就算露比这么想也没关系 她知道自己已经没有资格 说兄妹二人血脉相连这种话 也知道这不过就是漂亮话而已 但是 这不是作为吸引阿窥亚的请求 请你听从我的请求吧 沙利奈 你并不是为了那种理由 才成为偶像的吧 你不是终于摆脱了病房 终于能像现在这样 自由的生活了吗 想像爱那样 在大家的声援下 穿着帅气的衣服 唱可爱的歌 想登上大舞台 让大家都开心 你是为了要实现这些梦想 才是当偶像的吧 阿窥亚越说越激动 听到这些的露比则心头一震 转头看向阿窥亚 事实上 露比就是沙利奈这样的念头 曾无数次在阿窥亚的脑中浮现 每当阿窥亚在露比身上 看到沙利奈影子的时候 她都会责备自己 因为她无法原谅 这种一厢情愿的妄想 也不觉得当初没能为沙利奈 做到什么的自己 配得到这样的救赎 然而 即使如此 阿窥亚还是会不由的 将露比和沙利奈重叠 拜托你 不要再想着去复仇了 求你了 露比 阿窥亚再次以卑微 而正实的态度 恳求露比 露比依旧以难以置信的眼神 看向阿窥亚 并缓缓向她走近 为什么你也要哭 为什么你也要哭 阿窥亚 为什么你刚才叫我沙利奈 以后为什么会知道医院的事 难不成 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吗 你是 医生吗 露比呆呆地看着阿窥亚 原本暗淡的眼中 渐渐泛起微光 但声音却越来越小 她害怕这刚刚燃起的微弱希望 会被阿窥亚的回答熄灭 阿窥亚则轻轻拿起了二人的信物 这一刻 露比一直心心念念的身影 终于与眼前朝夕相处的人 彻底重合在了一起 这东西 我还找了很久呢 原来在你这里啊 沙利奈 阿窥亚花音刚落 露比便扑入了她的怀中 正是重逢的兄妹二人 就这样拥抱在了一起 而此时露比眼中落下的 已不再是绝望的泪水 拥抱着阿窥亚的露比 不停地喊着一声 还说原来你一直都在 在离我这么近的地方 并询问阿窥亚 为什么一直都不说 阿窥亚则表示 自己也是刚刚才确认 结果遭到了露比的斥责哭诉 混蛋 沈家很努力了 相信只要自称是B小婷偶像 就一定会被医生注意到 每次活动时客人来场 我都会寻找 里面有没有医生身影 我一直想着 医生或许会看到 才每次都全力以赴地努力着 每一次你想到 医生也许早就把妈妈和B小婷 都忘得干干净净 说不定也没有关注到我 就总会觉得十分不安 去联系医院也说你失踪了 结果呢 居然在那种地方死掉了 说到这里 露比沉默了 阿奎亚见状 脸忙辅助他道歉 露比则继续流着泪控诉 称自己明明那么相信阿奎亚 但阿奎亚却把妈妈的秘密泄露了出去 这让他感觉 世上已经没人可以相信了 听闻此言 阿奎亚坚定地盯着露比的眼睛 说自己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无论是把爱的秘密公开 还是拍摄传记电影 都是为了复仇 就这样露比终于解开了对阿奎亚的误会 并继续诉说自己的委屈与难过 我想着要被妈妈和医生报仇 做了好多过分的事情 说了很多谎 每次这么做 我都感觉胸口好像被刺一样痛 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越来越沉重 越是宠不着谎言 就越是觉得自己理想走的方向越来越远 露比 你不适合做这种事 阿奎亚看着露比温柔地说着 眼中满是心疼 露比则继续颤抖着哭诉 说妈妈讲过 偶像本来就是谎言 但话还没说完 便被阿奎亚摸着脑袋抱在怀中 爱和你是不一样的人 别再去追寻爱的欢迎了 你只要作为自己活下去就好 不用说谎也可以 其实真的很难受 要像妈妈一样高明的撒谎 还要一直笑嘻嘻的才行 想着要变得像妈妈一样才行 忧不忧地想着 如果能忘了妈妈的事情就好了 太想就轻松多了 倒想也不是什么都开心的 会有很多讨厌的想法 真的整天都在考虑些肮脏的事情 但是还是想要被人所爱 所以要把这些全都藏起来 其实内心还是跟窝在病房里 恨着整个世界的我一模一样 就算是这样也可以吗 就算是这样的我也可以吗 露比泪眼婆娑地看着阿奎亚 阿奎亚则以真诚而坚定的眼神 看向了她 我不是说过吗 你是我推的孩子 我说过 自己要推的 是那个就算在病房里 忍受着痛苦 眼中也依然闪着明亮光彩 始终直率地面对梦想的你 那个时候的你 甚至比爱更加耀眼 在阿奎亚的鼓励下 露比的眼神变回了原本清澈闪耀的样子 而当前所发生的一切 都被那个群牙环绕的女孩 看得一清二楚 真是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呢 这么一来 露比也能重新振作起来 能够按照你的计划 拍出电影了吧 或许以此为契机 它能够振翅飞往更高的地方 也未可知呢 但是 这可是一招坏棋 想必你自己也是明白的吧 这是你的天真所招致的 无可否认的失败 说到底 你的性格也并不适合复仇 我就稍微对你表示一下同情吧 毕竟从你的立场来说 被她讨厌才更轻松呢 不是吗 说回星野兄妹这边 此时洗干净泪水的露比 已经整理好了情绪 她微笑着看向窗台的阿库亚 眼中闪着憧憬的光芒 我相信的哦 哥哥 那一天 你推的那孩子 要比妈妈更加闪耀 我是相信的哦 还有啊 那句话我可没忘哦 你说过 等我到了16岁 就要和我结婚对吧 医生 我已经16岁了哦 兄妹相认之后 露比直接化身阿库亚的人形挂剑 几乎一见面就立刻粘上它 比如现在 露比搂着阿库亚的脖子疯狂撒娇 说自己累死了 想喝阿库亚手里的果汁 阿库亚则冷漠地表示 想和自己去买 但话还没说完 便被露比抢先了一步 嘿嘿嘿 已经晚了 我已经都喝了哦 满血复活 别贴过来 全是汗潮乎乎的 嗯 再一下下就好嘛 露比持续不停地对着阿库亚撒娇 而这一幕 全都被来访的加奈和美母看到 震惊到表情失控的加奈 大声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抱着阿库亚的露比 也突然意识到他们二人的存在 并吐槽了一句那么大声干嘛 吓了我一跳 配吓一跳的是我们好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们这个距离感也太黏糊糊了吧 加奈越说越激动 露比一脸幸福地解释说 这是吵架和好后的反作用力 但这显然无法让加奈接受 破防的加奈继续大声吐槽 这也太极端了吧 还让阿库亚好好教育露比 要注意言行举止 却不料阿库亚的回答是 这样也挺好 随她去呗 自此 加奈终于想起 阿库亚还有个魅控属性 露比则变本加厉地 在加奈面前撒娇 坐在阿库亚怀里 强调他们兄妹 本来关系就很好 仿佛是想要证明些什么 就在加奈彻底破防 大吼着让他们分开的时候 美母突然闪至其身前 情绪似乎比加奈还要激动 千万 俊男美女的双胞胎CP超级上镜 先让我拍个适合发在印子上的照片 美母边说 便掏出手机疯狂拍摄 并被加奈吐槽 是个超级流量脑 离开星野家后 加奈依旧十分崩溃 吐槽兄妹俩贝德感实在太强 导致自己一身几皮疙瘩 美母则告诉她 露比可能只是想找个人寻求安慰 毕竟日常排得太满了 一定很辛苦 这样加奈的情绪立刻恢复了正常 说白了就只是把她当作依赖对象而已吧 靠家人来缓解一些压力倒也还好 但如果露比不解决日常太满这个问题的话 也还是治标不治本的吧 现在那孩子的表演还卡在瓶颈 必须得确保本演课程的时间才行 虽然现在露比看起来精神了一些 但眼下的难关并没有简单到靠气势就能撑过去啊 倒不如说 像现在这样靠一点强心剂撑着的半吊子状况 反而更加危险呢 要是强行硬撑 把人都累倒了的话 岂不是得不偿失 加奈认真分析着露比现在的情况 美母则表示 虽说如此 但现在的露比 不管是在这门电视节目 还是大型活动里都很抢手 正是走红的关键时期 如果此时不去增加曝光度的话 以后可能就没这么好的机会了 除此之外 她还要兼顾 毕小鼎的现场和电影演技课程 说到这里 加奈补充了一句 还要考虑学业 这让美母终于想起了早已忘却的概念 鼎立刻被加奈吐槽 真愧你这样还能冒充女高中生 总而言之 要保持平衡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过这方面 也只能寄希望于社长来搞定了 虽说梅普肉在爱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经验 但当时掌舵的也是前一任社长 精子社长现在大概也在经历各种考验吧 美母担心地说着 如她所料 此时的精子正因为各种事忙得焦头烂额 她刚接完电视节目 28小时电视方面的电话 邀请露比担任慈善报道员 这无疑是项大工作 放下电话后 精子立刻开始整理露比的日程表 虽说确实能够挤出时间来参加这个节目 但精子却对是否还要增加日程产生了犹豫 并想起了制作人迪姆的话 目前露比的实力远远不够 还请调整一下工作量 特别是拍摄时间和表演练习时间 除了工作之外 精子还有很多需要考虑的事 比如阿窥亚前阵子嘱咐她 绝对不要让广告代理商 甜筒斯玛里奈接近露比 说以前和这亲戚发生了很多事 有可能影响到露比的精神稳定性 于是精子没有多想便答应了下来 毕竟她脑袋里的事已经足够多了 不得不去考虑的事情太多了 为了电影 必须得留出练习演技的时间 但是也要考虑会不会搞快身体 七年年底 有马加奈就要毕业了 毕小艇人员空缺该怎么办 从经营方的立场上来说 应该让露比摇摇牙坚持下来 但是 从母亲的立场上来说又该如何 在这个飞速更迭的演艺圈 一人的走红转瞬即逝 就算稍微获得了一点知名度 只要过个一年左右 转眼间又会归于成绩 露比现在的活跃能达到什么程度 毫无疑问会影响到 他十年之后的成绩 而露比 正是能够抵达顶点的那种人 对于这一点 我比任何人都更加坚信不已 那孩子 一定能够实现我们失落的梦想 医护 如果是你的话 究竟会怎么做 想起爱被杀前夜的精子 无助地自言自语着 随后来到了一家常去的酒吧 并熟练地点了一份宵夜套餐 熟悉精子口味的老板吐槽他 把自己这儿当餐馆 连酒都不点 精子则表示 在这种深夜时段 能吃到点像样东西的店 也没有别家了 秉立可被老板警告 要好好调整作息 不然迟早过老死 总比让自家一人过老死 强上百倍吧 精子疲惫地说着 老板也继续和他聊了下去 问精子家里小孩 有没有好好吃饭 还说如果不好好 待在孩子们身边 时刻关注他们 可能就会错过一些 重要的先兆 这我也知道了 但那些孩子 从来不给我看他们的真实面貌 儿子成天摆着张普克脸 女儿在别人面前总是笑嘻嘻的 从来不会让我听到 哪怕一句抱怨 这样我根本看不到 他们的内心深处啊 毕竟我又不是他们真正的母亲 精子越说越难过 并开始哭闹着对老板抱怨 说他也想一直陪在孩子身边 说他本来就不适合 这种需要脑子的工作 还说自己也想回去 单纯做个经纪人 但公司没有他是不行的 而他根本没有人可以依靠 就在此时 一名男客人走进了酒吧 精子回头看去 发现来者正是前社长医护 看到精子的医护拔腿就跑 精子也立刻追了上去 并告诉老板自己一会儿就回来 老板则自言自语的感慨 动静真笑 走出酒吧后 精子脱下高跟鞋向医护丢去 并精准打中他的脑袋 见医护倒地 精子说着总算找到你了 走到其面前 并在大庭广众下 骑在了医护身上 你知不知道至今为止 我倒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 带着什么样的心情熬过来的 就这么把跟我的约定 抛到一边 这些年你都干什么去了 你这混账 精子激动地质问一户 并回忆起了自己与他的约定 第一次见到东京的时候 精子感觉这个城市 从上刀下都在闪闪发光 而那树光瞬间夺走了他的心 当时还是大学生的精子觉得 东京就是自己的归宿 他也凭借出众的外贸优势 获得了不少机会 在精子看来 大城市的夜晚就像是游戏一样 只要打倒杂鱼敌人 就能获得经验和金钱 然后不断提升等级 购买更强的武器 继续打倒更强力的敌人 获取大量经验金钱 并不断转值 不断变得更强 这段时间的精子 不断出没于酒馆 俱乐部和夜总会 与有钱到下人的成年人来往 也成了家常便饭 对比之下 大学里的男生在他看来 就跟小孩子没什么两样 精子在东京的规则里 巧妙地游走 一心想着要不断往上爬 一定可以爬到更高的地方 在他看来 这座城市对强者会温柔以待 因此会对这样的自己予以肯定 终于 他得到了进入演艺圈的机会 并享受了一阵子这样的生活 然而 这样的日子也终有一天会迎来终点 东京遍地都是可爱的女孩子 而精子并没有能让自己作为艺人 生存下去的某种素质 顶着艺人的头衔 虽然能增加与上头大人物们打交道的机会 但也仅此而已 并且没有持续太久 差不多是精子大学毕业的时候 那些社长老板之类的人 和他参加聚会的频率渐渐降低了 精子安慰自己无所谓 反正那帮家伙很快就会一情别恋 跟他们交往不会过得幸福 然而 对于港区女子来说 如果不再被邀请 但还想留在这个城市 就只能成为负责介绍其他女人的中间人 精子就这样狼狈地狗言残喘着 问他要不要当情妇的人也增加了 每当有女人即将失去容身之所 她们就会敏锐地秀出迹象 然后群聚过来 肆无忌惮地榨取剩余价值 直到那些倚心憧憬都市辉煌夜晚的女人 再也引不起她们的兴趣为止 而就在精子陷入这一困境 即将接受命运的时候 那个戴着墨镜 以身轻浮气质的男人出现了 医护询问精子 难道打算在夜场干一辈子吗 见精子沉默不语 便提出如果没有什么想做的事 那不如到自己这里工作 就这样 梦想破碎 为能在演艺圈存活下来的精子 加入了梅普肉 从事起了为别人梦想 提供支持的工作 在精子看来 这样未免有些讽刺 直到他在舞台内侧 看到闪闪发光的爱 也正是这个时候 精子得到了新的梦想 医护认真地告诉他 自己要做一番事业 如果精子愿意支持的话 就会带他一起去看这个世界上最灿烂 最耀眼的景色 没错 总有一天 火要让巨蛋全都染上荧光棒的色彩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梦想 医护的话深深刻进了精子的心里 那一刻 精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 而之后的事我们都知道了 明明说过要带我去看的 结果你自己却擅自放弃 擅自逃走了 我还 我明明还没有放弃呢 明明是你说的 是我们所有人的梦想 烈眼婆娑的精子 丝毫不在意路过的行人 李生质问一户 似乎想把这些年 无人可诉的委屈与不甘 全都发泄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